各位好,我是格洛 我的工作是魔戒混沌深渊的管理者 很多人把这理解为魔戒垃圾分裂大师 而我想说 确实如此 的确,我每天要处理很多从魔戒各地运来的废弃瓶 比如说魔女们废弃的魔法道具 士兵们损坏的武器 魔物或是其他生物的尸体 麻烦请不要送来奇怪的东西 像刚才那样混进来一些奇怪的东西 也是经常有的事情 所以运送过来的废弃瓶 每一样都要经过筛选和分类 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哥洛哥洛,史莱姆是什么垃圾啊 史莱姆是有机魔能垃圾 分类后经过沉淀发酵 哥洛哥洛,那没吃完的泡面是什么垃圾啊 面汤倒入下水道 面是厨余垃圾 泡面杯是根 哥洛哥洛,那我是 不害垃圾 无理召回 所以说 垃圾分类还是很重要的 分类完成之后 我们通过先带的神留下的装置 对这些魔能废弃瓶 进行转化和进化 然后这些魔法能量 就能重新被利用起来了 嗯,转换失败了 装置坏了吗 这不就是普通的垃圾吗 这种垃圾自己拿去分类 再丢掉好吗 总之 这项工作虽然听起来复杂 但是魔界现在的科技水平 越来越发达了 很多流程都已经由机械代替了 由于每天运来的废弃品实在太多 只靠我一个人 显然没法处理 所以我有很多的帮手 它们大多是召唤师们的召唤兽 或者被巡抚的罗界怪物 几乎没有自我意识 也不会对人类 造成伤害 嗯,不会造成伤害 有了这些帮手 我的工作负担自然减轻了不少 所以我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 我对炼金术还是比较有研究 研发了不少药剂和装备 在魔界中也颇受好评 哥罗 你上次给我做的小火轮和什么东西 怎么把小火轮和饼干一具放进去 可以把饼干扣手 结果扣下都爆炸了 偶尔也会出现一点小意外 不过问题不大 我还是有不少好用的发明 比如这个叫桌面清理大师 只要按下这个按键 就能瞬间清理掉桌上的垃圾了